第1297章 后手 毁灭光柱破开苍穹远去 然而这整个天地仿佛依旧都是处于这天王殿临死之前的那种轰隆巨声当中 那声音当中充满着狂热与残忍 远古时期为了赢得那场天地大战 这片天地付出了极为恐怖的代价 无数强者陨落 甚至连那位辅祖大人都是在最后燃烧轮回 这才为那场天地大战打上了一个句号 不过现在那曾经的一幕又将会上演了吗 大沙漠中无数人面色惨白地望着天空 虽然他们看不见那苍穹之外 但隐隐地确实能够感受到那种绝望的味道 他们死时方才知道 若真是当那一魔皇降临世间的话 这片天地恐怕再无人能够将其阻拦 难道这片天地无数的生灵 真是要沦为那一魔族之奴的悲惨境地吗 一魔皇竟然脱离封印了 生死之主他们也是有些目光茫然地望着苍穹 眼神当中竟是有着一丝恐惧之色 如果说在面对着魔狱的时候 他们上还有着将他们尽数铲除的信心的话 那么现在他们却是连战役都是被浇灭了许多 这一切只是因为那一魔皇三个字 经历了远古那场天地大战的他们 非常清楚那魔中皇者的恐怖 林栋望着瞬间滴落下来的无数人 双掌也是忍不住地紧握起来 可笑他们一直在以天王殿等人作为对手 哪料到后者等人根本就没有与他们拼斗的思想 他们的计划狂热而令人恐惧 而且一旦成功 那么就真正的必胜无疑 因为这个天地间再无人能够阻拦一魔皇的脚步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即便他们拼尽了一切 但未面封印乃师父亲力所为 他们想要将其破坏 哪有那么容易 而就在众人情细低落间 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 而后众人便是见到 硬欢欢抹去嘴角血迹 晶莹的美目望向苍穹之外 硬欢欢御手结印 寒气突然在天空上凝聚成 一面巨大无比的冰镜 冰镜晶莹 其中仿佛是有着日月穿梭而过 最后镜面逐渐的黑暗 仿佛是出现了一片黑暗的虚无之地 而在那黑暗的虚无中 众人逐渐地看见 一道巍峨的 庞大的惊呼看不见尽头的 古老阵法浮现 阵法晦色 令人一眼看上去 便是原力沸腾 有着失控的迹象 一道道的光线重叠 将阵法后方之物 尽顺的遮掩 不过隐隐的 众人似乎依旧是能够看见 在那阵法之后 似乎是一道庞大的裂缝 裂缝 犹如恶魔之髓 有着无尽的邪恶喷勃而出 但却是被那古老阵法 牢牢挡住 根本就没有侵入丝毫 那就是 俗祖大人留下的未面封印吗 众人望着 那黑暗虚无中的浩瀚阵法 难难自语 光镜所反馈回来的画面 显然便是之前的这一幕 因此众人也是能够看见 一道毁灭光柱 划过黑暗虚无 最后直接是犹如万颗陨石般 狠狠冲撞在那古老阵法之上 即便是隔着极为遥远的距离 但在那冲撞的一刹那 所有人都是能够感受到 这片天地仿佛都是微微颤抖起来 天地间的原力 都是纷纷溃逃而散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紧紧地望着那古老的阵法 心脏都是被悬到了豪间 他们现在唯一所能够寄托的 便是这道福祖所留下的封印 若是这封印真的被破坏 那么这天地 必将生灵涂炭 所有人都是能够见到 随着那道毁灭光柱的冲击 一道数十万丈庞大的能量灵漪 犹如风暴一般 自那封印之上席卷而开 而那封印之上 也是在此时爆发出古老光芒 那光芒隐隐的 似是化为一道 看不见尽头的苍老身影 光影聚首扶过 将那毁灭的波动 悄然地化解而去 师父 空间之主他们 望着那道苍老的光影 眼神也是一顿 难难道 一道道毁灭的波动 不断地冲击着 又是不断地 被那光影阻拦下来 两者仿佛是 形成了一种僵持 所有人都是心惊绕跳地 望着那种僵持 不知不觉间 手心中满是冷汗 林栋同样是扎也不扎地 望着那冰镜之中 反馈回来的景象 对于那里 他并不陌生 当初他炼化空间祖福时 便是抵达过那里 而且还亲身体验了 那封印阵法的可怕 虽然那魔像自爆同样恐怖 但想要轻易地突破封印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吧 那种僵持持续了许久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那毁灭光珠 竟然是开始 逐渐地减弱 显然那种力量 已经开始被消耗殆尽 大沙漠上顿时爆发出 惊天动地般的欢呼之声 果然 虽然那天王殿使尽了手段 但想要突破祖福封印 又谈何容易 不论如何 那天王殿 总归是没办法 与福祖相比的 林栋听得 那震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神色确实没有思考放松 他紧紧地盯着冰镜中 他望着那封印之上的古老光影 心中反而是有着一抹不安涌起来 这道不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林栋抬头望向应欢欢 只见得他御手仿佛 也是紧握了起来 脸颊上满是冰冷的凝重 而就在林栋心中不安时 那冰镜之中的未免封印 突然剧烈颤抖了一下 在那封印的后方 仿佛是有着邪恶到极点的模糊身影浮现 封印颤抖的越发剧烈 旋即突然一道细小的黑色光束 猛地自那封印的后方抱射而出 最后静止地 从那道福祖的光影眉心之间 穿透而出 漫天欢呼声 嘎然而止 无数道呆呆地望着 那道并不怎么起眼的攻击 眼中满是茫然之色 那道攻击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竟然能够穿透那未免封印 义魔皇 硬昏昏银压紧咬 冰冷的寒气 自其以内席卷而出 生死之主 他们的面色 也是在此时苍白下来 从先前那道攻击中 他们觉察到了一股 极为熟悉的波动 那是属于一魔皇所有 林洞也是目露震动地望着这一幕 借助着天王殿 他们所造成的空隙 猛然出手 内外夹攻 以此来破坏外面封印吗 那天王殿 恐怕从一开始就明白 他们没办法破坏外面封印 而且要做到这一步 他们必须需要一魔皇的力量 他们所取到的作用 其实只是造成一些空隙 令得封印出现颤动 从而让那位一魔皇 寻找到破绽出手 但这种时机 怎么会把握得如此完美 林洞想到此处 身体猛的一颤 是那魔皇之手的感应 莫非那位一魔皇 在那千载之前被封印的时候 就想到这一天了吗 所以方才会自断手臂 以其作为内应 以待来日反攻 这般心机竟是如此的深厚 连那千载之后 都是预算到了 林洞身体微微颤抖 这究竟是多么恐怖的敌人呢 一魔皇 林郡无数强者 惨白地望着冰镜中 那里 那道古老的光影 开始逐渐地淡化 显然 先前那一道细小黑光的洞穿 已是将封印 完美的平衡所打破 福祖大人 无数强者望着 那逐渐淡化的古老光影 竟是忍耐不住的跪幅下来 嘶吼声 翔彻天地 若是连这最后一道防御 都是被破去的话 那这片天地 就将会彻底地暴露在 一魔的窥视之下 林郡听得 那漫天嘶吼声 眼中充满着 绝望以及恐惧 那是一种 天地将亡的感觉 天空上 硬欢欢欲守 也是紧紧地握着 银牙咬着红唇 甚至 有着一丝鲜血渗透出来 生死蜘蛛等人 也是面子苍白 古老光影 越来越微弱 而就在他即将笑赞时 光影那原本空洞的眼中 仿佛是有着一种 情感的出现 他望向那冰镜 苍老的脸庞上 竟是浮现一抹笑容 不用感到绝望 苍老的声音 犹如从那天外传来 响彻在着天地之间 顿时让得 无数人身体一震 震惊地抬头 望向那冰镜 师父 空间之主他们 也是面露震撼地望着这一幕 他们望着冰镜之中 那道即将消散的古老身影 猛地跪伏下来 硬欢欢也是扬起俏脸 正正地望着 那道光影 我的弟子们 一模黄 留有后手 我也同样是有所后手 那边是你们 这一次的天地大战 我相信 你们能够守护住 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 光影的目光 仿佛穿透空间 凝聚在了 硬欢欢的身上 冰儿 当你想要真正地守护时 你将会拥有真正的力量 当年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便是知晓 你所拥有的力量 这一次 就靠你了 不要怪为师 留给你 这么重的担子 无了光影 慈合一笑 那光影 最终也是完全地散去 唯有着 那并不完整的未免封印 还在顽固的存在上 印浑浑望着 那道消散而去的光影 那俏脸上 有着晶莹的泪水 滴落下来 他轻轻地擦去 最后 似是对着自己 微笑了一下 师父 您放心吧 弟子知道怎么做了 印浑浑凌空而立 晶莹的长发 随风舞动 那一刹那 他柔弱得 令人心疼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